入门的日本威士忌该如何选 从风味的角度给大家选出了 如下几款极具代表性的入门款日本威士忌 第一款三崎1923 纪念日本第一家威士忌酒厂 成立于1923年而推出的 与三崎不同类型的麦芽威士忌 原酒融合而成 层次细腻 个性突出 带有草莓樱桃的香气 第二款白洲1973 在三崎酒厂成立50周年之际 1973年建成负责生产清爽风格圆酒的白洲酒厂 酒体清新脱俗 带有青苹果的清爽口感 极具东方威士忌的魅力 三 斯多丹一古物 来自山德利古物威士忌酒厂 以玉米为原料 尝成了三崎那种温和柔顺的口感 增添了不少蜜桃布丁的香味 四 享和风纯韵 酒瓶的24个切面对应着24个贴气 代表着岁月的沉淀 调和威士忌的典范 酒体平衡细粒精致 五 山德利小瓶 是日本第一款国厂调和威士忌 也是让威士忌走上日本餐桌的第一款威士忌 标志性的酒瓶 荣誉顺滑的口感 加上冰块和苏打水 就是最有名的角瓶嗨波了 说到这里 你知道该怎么选了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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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